怪怪的初選 已出現可以預期的奇奇怪怪的過程跟結果 不參加國民黨總統初選的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又特別召開記者會 全都是因為擔心黨內初選會有人被做掉 指以黨內初選民調機制不夠公開也不夠公正 更選了民眾不熟的方式來做民調 王金平再提解方要黨中央給答案 黨中央即刻要向社會公開說明 本次調查取樣的特殊性 要提出因應策略防範至少降低對手進行 意圖影響初選的策略公式 就怕換住事件重演 也擔心綠營會動手腳影響民調結果 王金平甚至提出竟然遊戲規則 無法讓大家信服 乾脆不要玩了 郭俊宁已經出現 或主張退出初選 職工大選 或呼籲停辦初選 王金平以黨員之資再向黨中央喊話 一方面給黨中央壓力 一方面呼籲停辦初選 也為自己協調參選 埋下可能的伏筆 為國民黨的總統初選增填變數 環宇新聞送據 徐國豪台北報導 MING PAO CANADA SISC